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场比赛他们的最大金融对手就是加拿大组合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比赛开始加拿大组合在第一跳的时候就有着不熟的表现 这条他们得到了49.80分的高峰 不过斯蒂曼和王涵在第一跳的时候完成的会更加出色一些 这条他们得到53.40分占据第一的位置 在第二跳的时候斯蒂曼和王涵就为我们展现了神同步和灵雪花的画面 这条他们得到了52.80分 结果加拿大组合在第三跳的时候就出现了同步差异的现象 这条他们只得到了70.20分 结果斯蒂曼和王涵在第三跳的时候就爆发了 这条他们得到了81分的高峰 其中有多位裁判都打出了9.5分的高峰 因为三米版想要拿到满峰是很难的 所以拿到9.5分就等同于拿到了满峰 在第四跳的时候斯蒂曼和王涵表现依旧非常抢眼 这条他们得到了78.30分继续鼓舞自己第一的位置 在最后一跳中斯蒂曼和王涵并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这条他们得到了76.50分 最终斯蒂曼和王涵以组分342分无写的夺冠 而加拿大组合落后近32分复的亚军 斯蒂曼和王涵也创造了他们的赛季最好成绩 这也是中国队在四行赛的十连冠 也是斯蒂曼的四连冠 而之前有两次斯蒂曼是和吴敏霞配队夺冠的 现在的王涵已经28岁了 而斯蒂曼也27岁了 作为中国跳水队最大年龄的运动员 斯蒂曼和王涵却为我们谱写了一首老将的战歌 斯蒂曼和王涵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 也希望在该项目中我国可以涌现出更多的人才 去秉承他们的体育精神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今天的体育赛事由我大手的想办 我们下期再会